这是陈乔恩终身都不愿意回忆的一幕 2006年的一档综艺 陈乔恩被逼脱掉了伴儿 在男嘉宾意犹未尽的眼神中 愤怒地将内衣摔在了桌面上 节目中的小红恩讲起婚段子来非常贼溜 甚至直言自己非常喜欢吃某种丸子 那时的他还想不到 这些片段会成为他日后的豪放证据 老爸跑运输老妈做推销员 年幼时频繁转学的陈乔恩 只能依靠讲笑话伴仇 来博得新同学的关注 1999年的秋天 陈乔恩靠着一张还算过得去的脸 找到了一份模特的工作 2001年成为电视台打砸小妹 此时的霍建华也正在忙着伺候曾国成 看到明星们风光无限 霍建华也起了做明星的念头 2002年 霍建华签约经纪公司 陈乔恩也拾来运转 被经纪人孙德荣看中签约 孙德荣是谁 捧红了罗志祥 信乐团 5566等人 但人品却褒贬不一 取向不明 癖好特殊 别管人家风评怎么样 是一抓一大把 陈乔恩便是其中之一 孙德荣认为陈乔恩长相他一般 只能走搞怪路线 于是便有了豪放小红恩 很快 吴宗宪便发现了陈乔恩的专长 指明叫他来做自己的贴身助理 一段时间的熏陶下来 陈乔恩有些飘了 他想演戏 可孙德荣不愿意 随后便是长达一年的雪藏时期 此后的大半年 陈乔恩想尽办法 找到了铁娘子苏丽妹 因为有着同样敢于老板叫板的遭遇 苏丽妹对他破为欣赏 让他出演了千金百分百中的梁小凤 真是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 陈乔恩一炮而红 顺便还收服了古装男神霍建华 公司规定不允许一人谈恋爱 但情到深处 两人还是情不自禁地打扑克 2003年11月份一天 月黑风高两人戴上了帽子上街 先是买了一些贴身衣物 又买了几盒必需品 准备决战到天亮 照片一经曝光 公司勒令陈乔恩马上分手 恋爱脑上头的陈乔恩 立即表示要爱情不要事业 果不其然 陈乔恩再次被公司血藏 而霍建华转身带着 一年七部偶像剧的记录 进居内地市场 事业蒸蒸日上 独独留下陈乔恩一人在台湾徘徊 许多年后谈及分手的原因 霍建华淡定地说道 因为他要的太多 而我只是想要一份事业 当然这并非霍建华和陈乔恩的结局 十几年后他们还会有续集 经历了这段情商后 陈乔恩算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他终于明白 爱情都是狗屁 搞钱才是王道 向高僧佩礼道歉 表示再也不相信爱情 2005年 王子变青蛙横空出世 陈乔恩总算压了 同类型女演员林依晨一头 本以为是苦尽甘来 谁曾想 狂热的明道粉丝认为 陈乔恩配不上他们的哥哥 纷纷投诉女主角不行 这件事最终的结果 导致陈乔恩再度被血藏 这番操作惹怒了他 一不做二不休 和明道确认过眼神 火速在夜店上演了疯狂戏码 机吻门出现后 陈乔恩的事业直线下滑 后来还跟一个外国人 谈起了恋爱 另一边的霍建华也不甘示弱 先是和叶玄传出绯闻 又曝光和林心如假戏真作 2008年 陈乔恩的事业迎来转机 一部命中注定我爱你 直接让陈乔恩登上了 偶像剧女王的宝座 凭借偶像剧成为金钟奖事后 前所未有 这就意味着 和林一辰长达十年的争夺战 他必胜无疑 也意味着 陈乔恩终于站在了娱乐圈顶端 再也不会被血藏 无视外国男友 在拍摄《福气游安康》的时候 陈乔恩与邱泽和蓝正龙又在一块了 据说 有一次邱泽生病 陈乔恩立马自告奋勇去照顾 孤男寡女同住好几天 有没有鼓掌很难说得清楚 不过 邱泽也喜欢女生来家里照顾他 陈乔恩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邱泽这边还恋人未满 那边又传出 蓝正龙吃醋深夜买醉的消息 陈乔恩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当时蓝正龙刚和大S分手 有了新欢王一仁 但也毫不掩饰地表达 对陈乔恩的喜欢 邱泽更狠 直接陪陈乔恩来内地拍戏 可拍到后来 关系慢慢变了 提到邱泽和蓝正龙 陈乔恩直言不熟 据说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陈乔恩要保持青春形象 继续在内地赚钱 2011年 陈乔恩32岁 遇上了红娘子杨千华 看着还没有归宿的陈乔恩 杨千华主动把古天乐介绍给了他 没想到还真的成了 当地下恋遇上荧幕初恋 一场狗血大挂悄然而至 2012年 陈乔恩出演《笑傲江湖》 《东方不败》 好巧男主角是霍建华 此时他和林心如 因为轻视黄飞生了情愫 可与陈乔恩的重逢 让他瞬间忘记自己还有个女友 行星之火可以燎原 爱情死灰复燃了 2013年 陈乔恩暗戳戳的发糖 动态里的手表 俨然是霍建华刚刚戴过的 可惜霍建华不仅传出绯闻 插足李晨张新宇 更吊住了夜宿门 陈乔恩怎么能忍 果然复合变成了一场笑话 2016年 一部放弃我 抓紧我 让陈乔恩和王凯 结下不紧缘 陈乔恩妈妈更是直言 王凯是女婿的最佳人选 就在大家期待他们的官宣时 陈乔恩又出事了 有人爆料 东方不败姐姐和某个小鲜肉好了 与W性小鲜肉夜独剧本 这个瓜一出 陈乔恩王凯自然没了下文 霍建华索性结束了林心如 从官宣恋情到结婚 仅用了两个月 而大龄未婚的陈乔恩 更是收购了一茬又一茬的小鲜肉 2019年 夜店爱好者艾伦 来到陈乔恩的身边 那么 他们两个人后续 又会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关注传奇军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